十八歲公民款受限案 落下因為同意票沒超過 所有投票款今年的一半 就這樣心意不來通過 今天就立委在立法院調開 共聽會 討論受限案 未來可以怎麼做 有民間團體跟學者 正義說 今次不通過 兩個主要原因 一個是選團不夠 另外一個就是受限的標準 太過關了 十一月二六的十八歲 公民款受限案 結果不通過 有民間團體跟學者 認為中宣會頂頂機關 専團報告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受限案的公民 給我聽說 除了同意票要關過 沒有同意票 還要超過 整體投票款人的一半 這次同意票只有整體 投票款人的百分之一十九點三五 受限的課程受過頭關 也太多焦點 受限是目前國際 國際政委有可能解決的辦法記憶 要求大法官對於修憲的門檻來進行判斷 是很困難 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在這一次的投票當中 有超過四十萬的中華民國國民 他的公民資格以及投票的權利被剝奪 那他們就有權來提起憲法訴訟 學者支出國際政委 可以由立法院提出失憲 但是這條要立法院有因為現行法律 造成這款無法失憲才可以 學者認為因為目前立法院 確實有順利 提出憲法修憲案 所以這條路可能怕不通 記者 台北報導